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羽旺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事件发生归纳整理啊 为什么这回标题是这样子呢 因为我之前呢跟大家说啊,我非常骄傲 自从学了极简之后呢,生活安排的井然有序 然后呢,现在可以管几只猫,多少生意,多少人啊 好像很骄傲似的 但是最近呢,经过检讨,忽然间觉悟觉得 我的生活怎么变得越来越忙了 我不是要极简生活吗 所以呢,这两天呢就排着个 把自己所最近忙的事情赶快收尾啊 把尾收好了之后呢,继续回到我田园的生活 整整花园逗逗猫这样的,不要再这么繁忙了 因为有些时候真的会当你经历一些事情呢 会让你啊,觉得很兴奋啊 你想让你的生活更多姿多彩啊 但是其实忘记的是自己的正常理念 想要过极简的生活 而在我整理东西的时候呢,整理文件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次确实是学了极简之后呢 我用了很多很多好的方法 让我的生活可以简单明朗的去整理 而我觉得这些方法呢 可能对于很多做办公室的人 或者是工作有经验的人来说 这些并不算什么 但是我觉得我不会 肯定也有的家庭主妇是不懂这些东西的 所以其实它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呢 可以帮助你 在家庭里边也好 任何时候都好 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这套东西来把事物整理的井然有序 一样一样处理好 并且呢,你可以不用杂乱的情况底下 这件事情处理完了 然后入档存放这样的 那我今天呢就简单的讲一下 我是如何来处理我的事件发生的收纳整理的啊 首先第一点呢是呢 我们要给自己准备一个文件袋 那我一般用的就是这种透明的 这种透明的文件袋 我一般买买几个放在家里边 以前我跟大家说过 我会挂在墙上 但是因为最近呢 我处理的一些事情呢 就是里边很多很多文件 像这么一打文件 我很难把它夹子夹起来 挂在墙上 所以呢我现在就准备了几个这样文件夹 把每一种每一个事件的东西呢 都放在这个文件夹里边 第一就是啊 把第一点给说了 第一点就是把你做 比方说家里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 需要你去处理 把相关的资料 全部都放在这个袋子里边 这件事啊 放在这个袋子里边 然后呢里边呢放一张纸 从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一天开始 就做记录 比方说今天 就是比方说我现在在做的 就是我妈妈在 因为她在政府有申请拿那个 她拿的是寡 威斗 威斗费 就是那个叫什么 叫那个 就是丧偶啊 丧偶之后呢 政府会派一些钱 然后呢 她因为拿了福利之后呢 政府就必须要让她填表格 所以呢 我们就详细的帮她填写 里边又出示她所有的资产证明啊 什么的 所以这是一大本 那我就会写上 那我就会写上哪一天啊 政府寄来表格 然后呢 她需要填写 并且需要哪一天拿到 拿回 寄回去啊 这样写上 接下来呢 你可能在这期间 你可能需要 需要一些股票证明啦 需要一些资产证明啦 需要一些什么什么公证啦 你这东西都要详细的写上 并且写上你哪一天完成了某一样事情 都在这个纸上非常清楚的写上 其实这个这个东西 这个记录呢 其实很重要的 这个非常有助于 比方说我们从一时间 出现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每一每一个 这个文件夹呢 分开放 纸上清楚的写上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这件事情跳到另外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 上面我写过什么 我做过什么 我需要做什么 所以记录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你有助于 你控制家里的所有的 大大小小各种情况 比方说孩子需要什么情况 老公需要你做什么 然后都可以 比方说这件事情是需要 一个流程的 你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文件夹方法来处理啊 或者是挂着墙也行 包括交单子也可以 都是可以详细记录下来 所以第一个呢 是文件夹 第二个呢 里面是一张纸 详细写下来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 便条纸 以前啊 因为我没有做过 办公室的工作 就是我只是做自己生意 也是随便的 也没有人教我如何去 在办公室里面做工 我以前对这种便条纸呢 我觉得实在 哎呦掉了一个 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用 我觉得这个是留着干嘛用的呢 后来呢 慢慢的学会填表格之后 我才发现 哦 这个便条纸真的非常非常好用啊 好用在哪里呢 第一 你比方说我在填表格 然后呢 我还需要准备一些文件啊 准备一些资料 每一份文件和资料上面 有些时候是英文 可能你 如果你 如果你 马上扫过呢 可能就 有时候反应不过来 我就会把每一件文件上面嘛 就贴上这个白色的纸 然后上面写上 这个文件是干嘛的 好 留着什么用的 针对哪一个问题的 然后呢 我需要对这个文件 做出一些表现 我要去公证 还是我是需要去 找谁谁签名 还是我需要 怎么怎么样 需要怎么怎么样 找人帮忙看一下 所以 所以呢 这个每一个文件 就是每一个 呃 资料上 都贴小纸条 详细的写上 那个纸是干嘛的 然后旁边这些干嘛呢 旁边这些 比方说你在填表格的时候 某一些地方 你是需要别人签字的 你怕忘了那个点 所以你就会把它贴上了 贴着之后呢 在这个 在这纸边上 在纸边上呢 就是露个头 你就知道哪一些东西 是需要填写的 然后呢 还有哪一些东西 是你不懂的 需要问人的 都是可以清楚的 标列出来的 而这些小纸条 所显示的问题呢 你同样也可以用 这个白色小纸 上面清楚的写上 OK 这个篇正份文件 我还有什么 没有做完 需要做的 到最后 做完以后 做完以后呢 我们就整个文件夹 做完了 OK完成了 你可以看 这里边的资料 是需要留 还是需要 就直接 断舍离 就是直接废除掉 拿剪纸机剪掉 扔掉就好 如果你需要留下 这个文件夹的话呢 我就一般呢 会给自己准备 一个白色的信封 就是A4纸的 4A纸的这个信封 大信封 把这东西呢 全部都塞在里面 然后封口 外皮写上 这个文件夹 是干嘛干嘛的 做什么什么事情呢 哪一年 哪一月 事情办理的怎么样 还是完全办完了 或者是写航 比方说在澳洲规定 你的文件需要 摆放四到五年 那我可以写航 到哪一年尾 这个文件夹 如果再没有拿出来的话 就可以彻底扔掉了 所以你这样存放的话呢 就方便你几简 因为到时候 你就不用排着个翻看 而且呢 整个文件事情 从头到尾 发生的所有事情 你都可以清楚的知道 你是怎么做下来的 而且就算你隔几个月 或者隔几年之后 你再拿起这个文件夹里边 它都清楚的上面写着 你是这件事情 当初是怎么怎么做下来的 其实这个东西呢 是很多公司 它都是用这种模式 来做下来的 而我以前 没有受过训练 我也不懂 是我的 就身边的朋友 他帮我处理文件的时候 他这样做 而且我看到了 我觉得 哎呀 这个方法不就是 办公室用的方法吗 但是呢 这个更适合 我家里用 因为 我们在办公室里边 流程嘛 我们觉得好像是很正常的 所以呢 我们家里边的生活 我们之所以凌乱 就是因为我们从来 没有想过 用一个方法 把它有条有理的 来整理 来处理 所以才会乱 所以如果把这个东西 搬到家里边用 所有的家庭主妇们 我告诉你们 这个将会帮到你 很大很大的忙 千万不要觉得 哎呀 我记录会麻烦 它会帮你脑子 节省很多空间 你可以少死 好多脑细胞 OK 不用脑子天天去 记呀记呀呀 我还有事 什么事没办完 哎呀 我这个还没办完 哎呀 那个我需要办什么 哎呀 怎么怎么样 所以东西 全部写下来之后 你就会 人就会很淡定 然后呢 你可以从这件事情 比方说这件事情 我需要再等20天 我才可以接着处理这件事情 那你这个本子 你就写上 OK 哪一天哪一月 哪一号 我再处理 我就放一放 然后我还可以处理 别的事情 等到这个日期了 我再翻开这个文件夹的时候 我会知道 这件事情我已经处理到哪里了 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这件事情 我还需要做什么 这就是记录的关键点 而我在这个里边呢 我是受益非常非常的深 这个 这一套 真的真的 是我学基建以后 我才学会 才用上的 而且我现在呢 就是我现在做事情 就是我妈妈 还有老公 就特别放心 因为 她就会觉得 我做事情就很 很扎实 很谨慎 就会给人感觉 很靠谱 我们不就是想要 给人这种感觉吗 就是做事 靠谱 这个靠谱在哪里呢 就是在于你细心 在于你愿意去 把它做好它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就想把这个方法呢 分享给大家 我希望家庭主妇们 还有 如果你需要的话呢 把这个方法都用上 它绝对可以让你 把家庭 生意 所有的一切事物 都给你整理的 有井然有序 对了 还有在片尾呢 我有个提醒大家的是 我前两天呢 就是把我妈 给了我一大堆 大纸箱子的资料 搬出来 翻看 整理 然后呢 我就发现 以前我们很多的时候 比方说 经常有些文件 就是说 知道这东西重要 但是又不知道 在里边写什么 然后就堆堆堆 就一箱子一箱子 搬来搬去 很重 我记得那一箱子呢 我从我家搬到我妈家 从我妈家搬到我家 搬来搬去 已经搬了好多年了 我们都知道 里边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 但是呢 我们从来没有仔细的看过 里边有什么 我妈总是说 哎呀你怎么也不好看一下 因为她很仔细 但是里面有很多英文的资料 她就觉得 对她来说英文就是天书 所以她也不会仔细去看 她就问我 你怎么也不仔细看 然后我觉得 那也不关我事 都是你的重要文件 我留在干嘛呢 但是现在呢 我学了几简了 然后呢我打算 对身边的每一样事情 都是仔细认真的审查 那资料整理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 把身边 比方说你有一个抽屉 你知道里边有很重要的东西 里边的纸张也堆积如山 但是呢 有些时候我们经常忽略它 只要是重要的 放在不扔就行了 但是那个绝对没有 对你整理家或者控制家 不是一个好事 所以呢 静下来 哪怕一天一个抽屉也好 一天一个文件夹也好 一张一张的纸 翻开来看 我昨天呢 就是那个箱子里边 我就扔了一大袋子 纸去 去那个 回收桶里边 然后呢 又用那个碎纸机 碎了很多 重要 但是又不需要的文件 我就碎掉了 然后呢 剩下来的 只不过是一点点 很重要很重要的文件 我就把它全部整理到 一个包包里边 然后放好它 然后整理完了之后呢 我这个整理呢 不单是减少了一大批 不必要的垃圾 关键是我对我家里有什么 我更清楚了 什么重要文件 在里边我更清楚了 这样以后呢 我办理事情起来呢 就会非常方便 我可以直接到那里 找到我所需要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啊 我的家里边 我自己的重要文件 我就是一个 就这么厚的一个 那个文件 这个小箱子 就摆完了 所有的重要文件呢 都在里边了 全部都搞定 什么重要的啊 不经常翻看的啊 什么重要的 经常翻看的啊 还有一些 比方说我老妈 就以前从中国带回来 什么证书啊 证明啊 我们从来不用 但是却不能扔的东西啦 我都会把它详细的 放起来 然后呢 纸袋上写上 里边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 这样的话 你翻看的时候 你不需要再一本 一本拿出来翻看 你一拿起这个文件袋子 你就知道 里边有什么 有什么 我这个文件夹的纸张 里边有什么 有什么 我之前给大家照过 我有一个文件夹 是重要 但从来不碰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个文件夹的第一章 就非常详细的写上 我这里边有什么文件 第一个份文件是什么 第二份文件是什么 第三份文件是什么 我呢 只需要打开第一章 我就非常清楚的知道 我所需要的资料 是否在这个 在这个文件夹里边 所以记录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它就让我的生活 理得越来越顺 井然有序 就像我们梳头发一样啊 所以呢 我把这段呢 加在这个视频的后边 也就希望大家呢 如果你想对家庭整理的话 一定要沉得住气 把心静下来 然后呢 一个一个抽屉 一张一张的纸张 来翻看 重要的留 不重要的 销毁掉 然后去拿去recycle 就是去回收 回收站回收掉 所以这样的话 你其实你会发现 真正重要的 你需要留下的文件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 好了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 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哦对了 还有呢 就是我会把我的微信号呢 加在这个视频下方 为了方便大家联络我啊 大家可以加我的Facebook 当然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但是呢 微信呢 由于时间差的问题 还有呢 很多观众朋友 都和我聊天 说问题 所以我不接受打电话 或者直接和我联 就是直接聊啊 很少能碰到这种情况 因为我有我的时间安排 所以我希望大家 如果留言给我的话 你就把你的故事 详细写下来 我有空 我看完了 然后我就回你 我实在没有办法 和你这样一对一说聊的 很难啊 但是呢 为了能更直接的 和观众朋友们沟通 所以呢 我愿意把我的微信号公开 然后大家如果想加我的话呢 就直接到这个视频下方 找我的微信号添加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